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,欢迎来到养生之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艾亚,相信如今很多的人都喜欢吃水果,尤其是女生们,她们觉得水果可以美容养颜,可以减肥瘦身,但其实说过并不是可以随便乱吃的,如果吃错了,还会容易引起一系列的问题。 例如上火,胃出血,胃穿孔等,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吃,医生提醒,夏天这几种水果要少吃,吃多了塞披霜,天气一热,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吃些瓜果梨桃和冷饮来解渴,冷饮不可贪多,有一些夏季的水果也不能多吃, 尤其是对女人来说,这些水果吃多了塞披霜,三伏天是一年湿气最重,气温最高的时候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做下病根,不但会引起肥胖加重身体湿气,还会引发公寒腹痛等。 那么究竟哪些水果不能吃呢? 第一种水果,西瓜。西瓜是夏季十分常见的水果,杰克味道好,十分受欢迎。 夏季一不小心就吃多了。 女人三伏天吃西瓜,一定不要贪多,更不要吃冰枕西瓜。 西瓜是寒性水果,三伏天数邪重,吃多了西瓜,恐怕接下的日子就要遭罪了。 女人容易月经期肚子疼,引发公寒腹作用极大。 第二种水果,山竹。 山竹是一种热带水果,山竹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口感水润,非常受女性朋友的欢迎。 不过山竹含性极大,很多女性朋友脾胃虚弱,公寒或者月经不调。 三伏天大量吃山竹,只会让身体变得更糟,营养成砒霜。 第三种水果,香瓜。 香瓜甜脆可口,香气一人。 很多女孩子夏天喜欢吃香瓜,尤其是晚上不吃饭。 吃点香瓜当饭吃,其实这样比吃饭还容易发胖。 而且香瓜也是寒性水果。 还记得小时候,每次蓝尾炎发作,都跟晚上吃香瓜有关。 香瓜好吃可不要贪嘴。 第四种水果,橡胶。 橡胶是一年四季都十分受欢迎的水果,有镇静安神的作用。 心浮气躁。 上火的时候,可以来跟酱酱火。 不过如果你脾胃虚弱,公寒,月经不调肚子疼,那么你就要远离香蕉了。 第五种水果,火龙果。 火龙果有很好的清肠作用。 夏季女孩子喜欢吃火龙果减肥。 不过如果你是个寒性体质,那么多吃火龙果只会让你越来越肥。 而且过完夏季,月经期的哪些不舒服,全会找上你。 尤其是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火龙果,千万不能吃。 三福天虽然很热,但是冰凉的雪糕冰激凌,以及冰镇水果,都不建议女性食用。 一,这样吃水果的后果是错误的。 让大家注意一下,千万不要这样吃了。 同时也为大家介绍了水果的正确吃法,让大家知道怎么吃水果健康。 一,水果被冻后会产生有毒物质。 营养专家提醒说,水果受冻后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,而食用过量的亚硝酸盐会引起头痛、头晕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 橘子,柳丁冻了以后,表皮的油脂渗进果肉,果肉就容易发苦。 水果冻了的表面一般都发黑。 二,切好的水果要少买。 水果是维生素C的主要来源,维生素C容易在空气中氧化,高温及阳光都会使其流失。 而预先去皮,切开的鲜果,营养成分可能会减低。 英国消费者协会做过一项研究,测试在超市售卖的,预先包装的,切开蔬果的维生素C含量。 发现13个样本中,4个样本的维生素C含量比参考书记载的维生素C含量低一半。 三,槟榔。 专家表示,口腔癌患者60%都与吃槟榔有关。 而且,早在2003年,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把槟榔列入黑名单,和烟酒、披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。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把槟榔当零食吃。 为了健康考虑,槟榔以后能不吃就不吃。 四,柿子。 柿子营养价值很高,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和维生素。 还能清热解毒和降压止血。 但柿子虽好,却不能多吃,尤其是胃病患者。 这是因为,柿子中含有较多的柔酸及果胶。 在空腹情况下,它们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大小不等的硬块。 如这些硬块,不能通过幽门到达小肠。 就会滞留在胃中形成胃食时,柿子中的柔酸绝大多数集中在皮中。 在柿子脱色时,不可能将其中的柔酸全部脱进。 如果连皮一起吃,更容易形成胃食时。 2. 吃水果的禁忌。 1. 既用菜刀削水果,因菜刀常接触肉。 2. 蔬菜。 会把寄生虫或寄生虫卵带到水果上,使人感染寄生虫病。 尤其是菜刀上的锈和苹果所含的柔酸会及化学反应。 使苹果的色。 香。 味变差。 2. 水果既用酒精消毒。 酒精虽能杀死水果表层细菌,但会引起水果色。 香。 味的改变。 酒精和水果中的酸作用,会降低水果的营养价值。 3. 吃水果既不漱口。 有些水果含有多种发酵糖类物质,对牙齿有较强的腐蚀性。 食用后弱不漱口。 口腔中的水果残渣亦造成蛔齿。 4. 既是腐烂水果。 食用开始腐烂的水果。 以及无防尘。 防瘾设备又没彻底洗成消毒的果品。 如草莓。 桑葚。 铺片的西瓜等。 容易发生粒疾。 伤寒。 急性未肠炎等消化到传染病。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可以点赞收藏。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个视频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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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